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啊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乒乓球队 国乒的主力目前已经是结束完休假 开始了新一段时间的备战 接下来备战的重点的话 是本年度第二战的大满贯的比赛 当然,在第二战大满贯比赛开始之前的话呢 WTT这边在6月份还有四战常规赛和挑战者杯的比赛 也是整个WTT体系里边最低级别的赛事要去举行 不过对于一些中国女队和男队里边排名比较高的 但是因为名额限制没有打市井赛的这些选手来说 这些比赛他们也是要积极参加的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他们巩固目前积分排名的优势 原本的话WTT挑战者杯和常规赛的比赛积分因为比较少 中国队在去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拍出一些非常年轻的 甚至是二队的队员来参赛的 但是这次中国队做出了一定的改变 甚至有一些让人感觉到意外的决定 比如说在6月份的萨格勒布战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队这边派出了目前世界排名第六的前天一来参赛 这个对于日本队来说将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萨格勒布战的比赛当中 日本女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 包揽了女单和女双的冠军 其中伊藤美城的话更是拿下了两个冠军 这也让他捞到了相对比较多的积分 这一次日本队依然是派出了早天西娜和伊藤美城的王牌组合 就是希望能够再次包揽女单和女双的冠军 女双这边的话可能还是比较有希望 但是女单这边他们将会遭遇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那就是目前世界排名纪录的前天一 前天一去年是没有参加这个比赛的 这一次来参赛 也是为了能够巩固目前积分榜上的一个优势 因为如果他继续缺席比赛的话 参加了世锦赛的早田西娜和伊藤美城 很有可能会后来者居上超过前天一 甚至将前天一挤出钱挖着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前天一这次参赛一定要打出好的成绩 争取拉开与日本对这两名球员的这样一个差距 巩固住自己世界排名第六的位置 而男队方面则是出现了一个让大家比较意外的名字 就是樊振东 那樊振东此前是刚刚获得了世平赛的冠军 目前领先第二名王楚清 高达1400分的这样一个积分 来参加这种低级别的赛事 的确是让人没有想到 毕竟前天一参加这个比赛 还是因为他之前世平赛没有参加 算是九输战争 拿这个比赛来热热手 那樊振东是刚刚打完世平赛的比赛 其实体能方面的话 还是需要一定的休准的 没想到这么快去打这样一个低端赛事 的确是让大家感觉到比较意外 因为在WTT的赛事体系里边 最高等级的还是大满贯的比赛 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冠军杯的比赛 星球挑战者杯的比赛 当然了年底的世界杯决赛 这个比赛的积分也是非常高的 这四个比赛是值得中国队的主力 去来参加的 像WTT常规赛和挑战者杯的比赛 他的积分只有400个积分 中国队 尤其是像樊振东这样的 世界排名第一的头号选手 在去年像一战这样的比赛 都是没有参加的 去年萨格勒布战的比赛 中国队派出的最高顺位的选手 就是向鹏 最终他一路杀进了决赛 收获了一个亚军 这次让樊振东降位打击 参加这种低级别的赛事 其实也是有另有内情的 因为樊振东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 也是拿到了视频赛冠军的 接下来按照国际拼联的一个积分规则 接下来再去抹掉的一个大赛 就是2021年休斯顿视频赛的积分 所以说樊振东在积分榜上的优势 未来还会经受一次比较大的挑战 因此让他来参加这个低端赛事的目标 就是希望他能够巩固住自己世界第一的排名 不要因为这个休斯顿视频赛积分的抹掉 而缩小了与身后球员的一个差距的 就会参加这种比较大赛事的